高雄一直被打壓 人民會氣憤 可是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更為氣憤 有人犯了法保外就醫的時候 怎麼還到處做一些活動 有人到了法院去控告他了 這一違法 這麼一違法之下 昨天晚上的時候 那個人在臉書上面 就開始大鳴大放 那個人是誰 陳水扁 是 我們這位前總統陳水扁 真的是世界台灣第一勇 為什麼 他說你們現在來告我是不是 我阿扁沒在怕了 所以我5月9號 我要去凱達格蘭基金會 那個募款餐會 然後我去 我不但要去 而且我要去上台演講 而且我要談政治給你看 而且我還要接受採訪 這些事情他保外就醫不能做 完全違反保外就醫的所有規定 對 我就做給你看 做給你看 他直接講 這是我人生最後一個公開活動 講得這麼悲壯 聽起來好像是 阿扁真的是了不起 為台灣民主犧牲 鬼扯 因為很簡單 他這是在幹什麼 就是在逼蔡英文 就是怎樣 現在人家都要來告我 你還不特色我嗎 你再不特色我 你就知道你吃 你就給我吃不了兜的種 我就讓你看著辦 對 我就讓你看著辦 實際上2018年的時候 陳對比就出席過這個募款餐會 你看當時他也一樣在這邊 看到沒有 對 其實一樣在那邊 所以他每年都在幹這件事 但是大家可能會想到一個問題 就蔡英文總統 大家可以把他關回去不就好了嗎 對啊 是 但是問題是他是關不了的 為什麼關不了呢 因為他老婆跟他女兒 已經告訴你為什麼他關不了 那我爸給他們捐助的錢 他們在選舉裡面的申報財產裡面 他有寫說是陳水扁給他的嗎 還是他們那筆也是一逆起來 也是不實申報 蘇貞昭沒拿到錢嗎 謝陽廷沒拿到錢嗎 陳菁在高雄沒拿到錢嗎 那時候爸愛河的那一個 有時候沒拿到錢嗎 有一個人又看著他 美國有事 我沒想問他 我不知道我 沒去找他 叫人吃 啊 店員說 兩口六六 我 都沒那年輕人 他 也要做我代事 還要留一頓錢 都也 開飯店在分錢 你怎麼聽過 都用報電來拍呢 我知道啦 飯店分錢 人家大家都叫人家 不用再下 你如果想說我 太極端了 他不怕我都老了 很多管道在奔 你看看到沒有 吳淑貞跟陳馨宇都告訴你 民進黨哪一個沒拿我爸的錢 所以每一個人 都把柄在阿扁手上 是 所以你民進黨 敢把阿扁關進去嗎 當然不敢 把阿扁就搖屍你 不敢做這件事情 所以蔡英文現在真的很頭痛 但蔡英文還要頭痛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賴清德的挑戰 左榮泰昨天據說 跟小英之友會見面 見面的時候據說有談說 這個協調到底要怎麼協調 協調據說有四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賴退 第二個就是蔡賴沛 第三個就是蔡英文退 第四個就是民調 直接進民調 左榮泰也講得很妙 他直接告訴你 三四是不可能會進行的 這兩個都不可能 所以你說這兩個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是 不可能 那就 那我就覺得很好笑 那是一直告訴我們 民調也不用做了 對 他們不是之前說到全民調 不要說民調好了 你光是只要一進行初選 難看的事情就要出現 什麼難看的事情 比如說 他們兩個是不是要進行辯論 是 請教一下你有看過 總統跟他前任行政院長 兩個人在那邊辯論的嗎 史上第一次 對啊 真的 好像第一次會出現這種事情 那他們兩個要辯論什麼 蔡英文難道質疑賴清德說 你不是說過好幾次 你不出來選 那你怎麼出來選 那賴清德要質疑他什麼 質疑蔡英文什麼 是你找我來當行政院院長 還是我找你來當行政院長 大家是不是要 要把那個話講清楚 誰在說謊 所以整個就一整個難看了 那雙方在這樣情況下 其實為了爭取這些東西的時候 可能很多過去是禁忌的東西 比如說是特色陳水扁 比如說廢除台獨黨綱 過去那些不可能會出現的事情 現在可能都會出來 所以現在擺在卓榮太跟蔡英文面前的難題就是 你要怎麼樣讓賴清德退 或是要怎麼樣把它湊成蔡來配 其實看起來都是非常困難的任務 劉蓋森 你才夠了阿畢 但是阿畢他卻馬上預告他人生當中 最後一個公開活動 是要大踩紅線 不得了 看起來表面上 他是要反擊你 其實他好像是針對蔡英文 賴清德他們三個人在玩什麼樣的把戲 這邊不在幫你生鏡擱 要擱擱也擱擱 無黨是有變無省 請律師 我是沒有變無省 我家境清涵 我沒有變無省 我要面對 所以併過比較勇敢 他現在在放掉了 五月扯到 他是臨性最好一般公開活動 說到這麼感性 說到這麼悲哀 現在是怎麼樣 要拿下青森 把卓榮問協議就對了 意思是你看看 即使我變得要即使下青森 如果我五月扯到為什麼 他才會說他是臨性最好一項的演講 說得多久 李江你不知道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他就是在把他的即使這麼好玩 喔 因為吃量改給我 台中感到可能會把我抓到 所以我五月扯到是臨性最好一次 意思是在把他帶他問協議 你如果今天要把我抓到 我放掉下去 希望他的支持者 他這個用希望他的支持者 去支持多少錢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他跟蔡英文拔一籤 演出一個考慮 因為阿兵現在全台灣 大家看這樣滑滑舌都起床 你把做民調看看 大家對丹水兵出來滑滑舌 出來做算 都感覺不疑不動 所以他現在出來五月扯到公開 還在演講 是 蔡英文拔我跟他抓到這樣會變成怎樣 蔡英文可以拔到中間選民的倫動 他做求蔡英文殺就對了 這個你看看 有一個演技牌 我說你不會忘記 丹水兵是這所有臺民上的人 真正在他的政算書 政答的政算書是丹水兵 這都是在做局 最后如果是廉牌不要給牌 我問你 是怎樣 剩廉牌 我們在說的時候 田文燦長說 不一定要拆賴牌 是不是要拆賴牌 我們就說 廉牌就是在 抵抗抵抗抗抗抗抗抗 田文燦已經抵抗了 所以田文燦就說 不一定要拆賴牌 他不知道 純粹不拆賴牌 不一定會拆賴牌 真的如果認識不得 你們大家都想不到 參謀黨也想不到 最后有可能拆賴牌 你們都說不可能 這我跟你說 政筆不可能的事情 我都會先放開來放 這要先放開來放 因為怎麼樣 現在算盛要贏 剛剛可批如果吃到 韓國磷的票 可批我要吃到韓國磷的票 所以如果是帳跟克合就對了 我跟你說 這鍵來 國民黨就沒在想 韓國磷就不是在吃滷肉飯了 這個時尊就是要過五關 斬六將 六出旗山也沒那麼簡單 這張就變成了 所以這個點點看 看久才有一條線 政治沒有就不可能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地方要串聯 準備用那霸王條款 把你賴清達給直接抹掉 但是卓隆太 他們這時候又說出了 有四個調配的選項 可是音系裡面的人說 我們不會用那霸王級的條款 現在看起來 到時候為了這個位置 為了派系 為了之間的一些利益糾葛之下 看來這是一場火拼了 我現在就是說 我現在做一個大膽的預估 我認為賴清達已經出局了 還沒選你就說他出局 我認為已經 為什麼 這個選舉已經結束了 這有句最簡單的一個 整個戰略的這種判斷 叫做形勢比人強 這個形勢 就是賴清德他現在跳出來 挑戰的是一個 叫做蔡英文的權力集團 這個集團非常有力量 賴清德現在看起來 是孤家寡人 一個人在幹 單幹戶 他出了一本書對不對 出了本書 書上並沒有講 他為什麼要出來選舉 如何救黨 如何救國 到底中華民國面臨到什麼樣的災難 民進黨面臨到什麼樣的危機 大家都知道民進黨危機 民進黨今年選舉2020 明年1月份可能就丟掉政權 就看起來 民進黨目前是在落後組 不管是賴清德選或是蔡英文選 民進黨敗選的可能性 是大於勝選的可能性 然後立委也可能會剩下 大概腰斬最少消費額 我認為基本消費額是腰斬 現在目前是有68席立委 區域立委大概50幾席 我認為區域立委能夠選上 25席就偷笑了 不分區域立委大概剩個7 8席 10席之類 因此我認為下一次 大概剩個30席左右 是一個正常的一個數字 所以這個情況賴清德 一定是為了要想要救這個黨 可是他非常奇怪 他每天在辦簽書會 今天要去跟館長去見面 要搞這個 但是就沒有講出一套 他要救國救黨的一個方案 或是一篇好的文章 或一個論述 完全都沒有 所以我認為他現在有點像 他在316在台南的後段選舉 在戚風苦雨之際 你說那個站在路邊 一個人站在路邊 然後鬱鬱獨行 在菜市場 在很多鄉下的地方 然後老百姓開始對他 也給他擺臉 給他擺眼 沒有什麼好的臉色給他看 所以有點像苦行生的一個做法 這種方式有可能會勝選嗎 可是他現在民調比蔡英文高 那個民調高到底有多高 根據美麗島的民調來看的話 他的差距應該在5到7個百分點而已 然後這個民調蔡英文在逐漸上揚中 最近又出現一個解放軍的空軍 跑來越過中線的一個大事情 美國也在支援他 蔡英文現在得意的不得了 蔡英文現在支援非常大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相對的優勢目前正在改變中 我覺得蔡英文的集團 是有能力能夠克服這個難關的 你說可以把它翻轉了 應該賴的機會 目前在逐漸逐漸喪失中 然後這些放話的人 都是屬於蔡英文的人 所以我也不認為 這個會用到所謂的霸王條款 大家要慢慢看 民進黨會選舉 不是只會大選 要很會初選 他初選的階段裡面 他花樣也很多 所以我認為蔡英文會 最後會贏得這場初選的勝負 看到阿比亞 他真的是一個政治的動物 在他總統的8年任期當中 他懂得去利用分配資源 到了現在這個時候 他履歷採線 蔡英文可以視而不見 而且甚至屢屢都把它放過 看來現在這個時候 蔡賴之爭最大的利益者 應該就是阿比亞了吧 民進黨的 如果在官員的 不管你中間或現金或是現金 總共同樣 總共是利益者 總共利益者 總共利益者 很簡單嘛 台灣人你不能夠那麼善良 台灣人我們真的有利益在那裡做法團 我們過去那個疼痛 我們就是心肯心好 我們很多台灣人 這個善良 善良 心肯心好 在社會進步 像這種的都在北京 我們存在 十幾個北京的存在 你今天身為一個總統 這是議民和你夫妻大 整個課謊都在你的身份 那麼你一個總統 貪污就是貪污 你貪污就是貪污 你本來貪污的 你民進黨 你是一個民主進步黨 不管你貪污什麼職位 你就是不能貪污 你貪污的幾億 你看看五叔丁 他的太太說出來 你看他的女兒說出來 那些錢多少 他現在也是說要放起來 要老起來 對不對 所以你們這款的就是 台灣人過去的 善良所在佈的人 台灣人我們到今天為止 我們不對的事情 對的事情 我們分拌到全場 今天是很簡單 你今天一個 你做過的總統 你今天去看的人 你今天加息在外面 你熱熱熱 又在操控 又在操控這個社會 這要跟你說起來 你是威控不亂 台灣人你才要用我們家 你今天我們才要用我們家 這就是我們自己 我常常跟你說說 我們善良 善良在做生的 經科社會的動態不安 這就是這樣 他剛才五叔丁的你說說 農政党是要求國 求黨 如果農政党要求你民進黨 我最討論 我絕對相信你要求你民進黨 你民進黨就要發他 你民進黨就要求你民進黨 但是你說求國 我連你信我就不信 你要求什麼國 你要求什麼國 你跟我說 要求中華民國嗎 對不對 我們今天去一個高雄市長 為了你過去民進黨所做不到的 拿去做 拿去噴破 拿去打拼 無論是國來我這樣做這樣走 你民進黨都說得不真實 無論是說他賣台賣國 他今天說他生人求義共識 韓國說他生人求義共識 他才有跟你說他買一個兩桌 你感到聽到韓國說我支持國兩桌 你感到聽過 但你不會跟我說我 人是說他生人求義共識 求義共識就是你中國說你中國的 我們台灣論 我們台灣的 大家論嘛 保持的平行 大家平安 大家安全 大家賺錢 生意來做 但是你民進黨都不是 你今天去投到買 就騙台灣人 喔 董立母 董立母 愛台灣支持你民進黨的 要倒了啦 台灣啦